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在上一讲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讲到了职业生涯规划路线图的这个选择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类 一个是管理类 一个是专业技术类 那么从低到高 逐步逐步地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来做出一个相应的选择 那么在整个职业生涯分析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表述它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设计过程中 我们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 我想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第二 我适合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第三 我可以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这是三个你要考虑的因素 我想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你的价值观 你的理想 你对成就的动机和你的兴趣 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你想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你自己对人生的目标的分析 和你的目标的取向 那么管有这个行不行呢 我告诉大家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举例 你说我想画画 这是不是一个兴趣啊 是不是 但是问题在于十个画画的九个给饿死了 就那一个发财了 而且不是九个给饿死了 你说有几个张大千 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 跟你的兴趣有时候是吻合的 那真是要恭喜你了 有时候呢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吻合不吻合 是不吻合的 所以你光有你个人想往哪发展 还不行 你还要再去看 你适合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要考虑什么呢 考虑到你个人的能力 你的知识和你的性格 这都会影响到 你适合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你比如说我想当歌星 但是你的性格很内向 你说我想当歌星 我五音都不全 你当什么歌星啊 所以你适合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呢 对自己优劣式的分析和能力的取向 成了主导的因素 又是一个考评的一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 你可以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呢 你说我适合了 适合就一定能发展 不对 所以呢 组织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 又会影响到你可以往哪一个路线去发展 你说我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有了这样的能力 公司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环境 可以供给你呢 这家公司没有 是不是另一家公司会有呢 对不对 我就要去考虑到组织环境的问题 社会环境的问题 以及经济环境的问题 这就环境因素 会影响很大 挑战和机会的分析 和机会的取向 所以不但要有目标取向 要有能力取向 要有机会取向 这三者综合起来 我们才能够给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做出一个基本的路线的确定 或者说 甚至可以去变通一下 做出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职业生涯的确定 那是从三个因素去考量 形成这样一个分析的过程图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思维可能会相对比较客观 也有一定的逻辑 缺少了一个环节 如果某个环节非常缺失 你可能就要去放弃某一个想法 或者是要去调试你的某一个想法 或者说呢 你要去增加另一方面的能力 因为你原来的能力呢 可能对整个的环境 它是不适应的 这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职业生涯管理的发展图 员工个人发展的目标 和整个组织发展的目标 要高度吻合 形成了一个职业生涯发展的 一个能够相匹配的目标的时候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一个是追求自我的实现 作为组织是激活有用的人才 激活有用的人才 作为个人 自我适应性的评价 对未来职务的设计 生涯发展的规划 和自我启发的成长 对于组织来讲 要把握人才需求的动向 实现量才使用的目标 要计划性的使用人才 和掌握经营策略的重点 掌握经营策略的重点 再综合起来 员工个人不断的成长 组织也能够不断的发展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是不是大公司一定就是要用高级人才 是不是 不是 深圳有一家公司叫富士康 有没有听说过 富士康是干嘛的 富士康是全世界最大的OEM生产厂家 对不对 那么这就意味着 富士康有两类人 对于富士康来讲非常重要 一类是什么 生产工人 车间工人 另一类是什么 对 国际性营销人才 还不是一般性的营销人才 就是你会做买 你做到联想去 他都不吸得你 明白吗 就是你这个营销人才 会去拿联想的订单 他不要 他要你什么 要你能够拿谁的 康白的 是不是 这个这个 苹果的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订单的 这种国际性的营销人才 那么这个时候 在富士康这家公司里面 他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员工的组成 是高素质 还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低文化层次的 是低文化层次 大量大量存在 工资高不高 工资很低 千万不要以为大公司 就是人才济济 大公司就是工资很高 对不起 富士康那些工人工资 是属于 在深圳市里面 都属于什么 中等偏下的 或者是中等的 他不需要有个很高 因为什么 稳定 福利 待遇各方面都很好 是不是 就是公司很大 学到本事 他不需要有个高工资 但是他有一个某些人 极少极少的人 工资高得一塌糊涂 什么人 什么人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类人 就是可以接国际性的 市场营销的这些专业人才 人数非常少 待遇怎么样 非常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到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整个公司的经营策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根据公司经营策略的重点 你才能够知道整个公司人力资源的需求 不是说我公司大了 我一定要请很多博士 请很多硕士 请很多大学生 这个不可能 你能才 人才的这个 他本身就他的学历的浪费 或者是他的资源的这种浪费 是吧 他的资历的浪费都不可以的 所以呢 整个的职业生涯的管理 同样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管理 从员工个人和整个公司的组织两方面来进行综合的管理的时候呢 才能够实现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是吧 公司要考虑 我的发展 员工要考虑自己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的匹配性 如果这种匹配性能够真的很好的匹配 员工就可以不断的成长 组织也能够不断的发展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 他最终培养出来很多员工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什么员工 一线生产 是不是 技术 对不对 生产管理 品质控制 那都是超顶级的 走到任何一家公司去 那都了不得 是不是 他们依然会有很好很好的发展空间 不一定非要去当什么 不一定非要去当什么 什么工程师啊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我们再来看 职业生涯发展的方向 途径和规划的管理 生涯阶段的划分 探索器 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 在正式工作之前 你就应该开始探索了 我们国内的企业的问题在哪里呢 往往是工作以后才开始探索 恐怕就会费 费时事事了 我们会建议我们的 这个 应该是子女了 是吧 现在已经有点来不及 是什么时候呢 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探索 高中开始 是不是 干嘛 干什么 数机工 对不对 想办法去数机工 不给钱也去干活 千万不要搞的什么东西呢 搞数机工啊 玩 数机工的时候 有几个地方去 我介绍你 第一 去工厂 打数机工 第二 到少林寺去 想去 我介绍你 是吧 我介绍你去 摔打 说打死了怎么办 你放心 打不死 越打越皮屎 就是得 要折腾折腾 最要命的是什么 数机工在家里闲着 所以探索期 你看正式工作之前要开始 职业前期 职业的前期 是指你参加工作的前三年 五年 我都觉得有点远 这是一个探索期 前期 职业的前期 这段时间呢 可以有适当的选择 要非常谨慎 最要不得的是什么 就在这一段时间 最要不得的是什么 老跳槽 你跳一次半次可以 我可以告诉你啊 因为我是当过 人事经理 我没有当过人力资源部经理 那时候还没有人力资源部 我那个时候 后来我才成为一个 管理的这方面的专才 然后再去做HR的工作 跟很多大的公司 去跟他们HR部门经理 非常非常熟悉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总 看到有一个人的履历 拿到你手上 两三年的时间 跳了七八家公司 你请不请 你请不请 你不会请的 你这种人你不要请他 请他白担任公司 他到时又跑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 可以有适当的选择 但是不能够太厉害 是吧 到职业的中期 职业的中期 也就是一个人的 三十岁到五十岁左右 到职业的晚期 五十岁到六十五岁 或者还可以适当的更晚一点 看什么样的工种 你要考虑退出了 那么这是一个 生涯阶段的划分 每一个生涯的阶段 我们应该考虑和侧重 是不一样的 是吧 是不一样的 是吧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的生涯方向 生涯的方向 有几个方向 那 技术型 管理型 创造型 独立型 安全型 是吧 有这样的几个方向 那么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课程中 反复反复的强调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当官的 有的人呢 可以走技术的路线 有的人呢 可以做管理的路线 有的人呢 可以做研发的路线 有的人呢 他很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个独立的 你看 当特务是不是很独立啊 是不是 当特工 这个东西很过瘾 是不是 长江长江 我是黄河 这也是一个职业 对不对 安全性 所以 你可以考虑呢 整个职业发展生涯的 这个一些 不同的方向 有的人可能 他不是特别近 他希望有一个 非常非常稳定就可以了 是吧 他不需要有太大的 太大的这个发展 那么 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途径 第一 心态 心态 心态一定要正确 第二 学习 选择学习的领域 第三 善用学习的渠道 采用有效的方法 突破思考的盲点 我们讲了半天 回到这了 选择正确的心态 很多人的心态不正确 想入非非 我要当歌星 你能当歌星吗 你不能当歌星 我要当演员 你能当演员吗 不一定你能当演员 我要开飞机 我要做杨立伟 你的心态是否合适 是吧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 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人 他最终所选择的职业 跟他的兴趣无关 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 很可能又培养出他的兴趣 只有极少数人很幸运 他既喜欢这个东西 他又从事着这个工作 还能赚钱 是不是 比方说画家 他很喜欢画画 画的画又很能卖钱 哎呦 我这他太幸福了 但谁有九个画家 什么概念 画出来的画 根本没人买 是吧 弄点钱 全买了颜料了 涂到板上 没人要 这就是大问题 是吧 这就是大问题 你说我喜欢站在这儿讲课吗 我自己检讨过 我不喜欢 讲得口干舌燥 是不是 那我喜欢干嘛 我喜欢骑马 那是不是 那我开马场 我开马场能养活我吗 不能 所以我不能去 当马场的毕马温 我得处到这儿 欢迎进一代光华管理课程 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学习 共享 成长 时代光华 心态要正确 好了 心态正确 选择正确了 我们讲了 学习的领域是不是就可以被锁定 是不是 我的发展的方向 恰恰就是我学习的领域 我其他东西我不去学 所以为什么 我们赞成的是自助餐式的培训 我们不是很建议的是大锅饭式的培训 道理就在这里 中国现在大部分企业的培训是大锅饭的 大锅饭的学习呢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可能令到我们逼到你去学习 实际上你要学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 比方说我不知道 比方说今天我们在做的 如果里面有一个工程师 里面还有个搞市场营销的 你来听这个课有用吗 可能用处就小一点 可能也会有一点用 但是更多的我们做HR的 可能我们就觉得挺有用 如果做工程师的 做市场营销的 听我前面的四个部分 他觉得挺过瘾 听到这儿他已经不愿意听了 有没有可能 跟他没关系 是不是 这是HR经理要去做的事情 善用学习的渠道 采用有效的方法突破思考的盲点 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去读它出来 定期的检讨 培训和协调 讨论 跨行业的学习 开创新的机会 提供考核等等等等的 我们都有一些 在这里给大家一些提示 给大家提示 整个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规划 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呢 就是要沟通 就是不断的去沟通公司的使命 公司的战略 这是永恒而又永恒的主题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离开了这个东西 整个公司的职业生涯规划也好 流程也好 组织也好 人力资源也好 通通是没有用的 通通要跟公司的战略相匹配 相挂钩 匹配和挂钩 所以从个人到直线经理 到公司 都要有责任对职业生涯规划 进行有效的管理 那么具体怎么样进行管理呢 四个部分 职业生涯的诊断 职业生涯的目标和标准 职业生涯发展的策略 职业生涯的管理 自我分析 环境分析 关键成就因素分析 关键问题分析 职业发展的周期 职业发展的目标 职业发展成功的标准 职业发展的途径 职业发展的角色的转换 职业发展能力的提升 还有职业发展的方案 职业生涯发展的文件 最后把它形成文件 形成文件 所以员工的职业生涯的 各种不同的阶段的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用一个矩阵图去表述它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很简单 有四个矩阵 介入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和饱和阶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最有价值的是成长阶段 到这个地方 它的价值开始减弱 要开始考虑退出 所以呢 介入阶段 成长阶段 成熟阶段 和饱和阶段 这是四个矩阵 它对于个人和企业的价值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右上角怎么样 是最有价值的 左下角呢 价值相对是最弱的 所以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有冲劲 是吧 有干净 缺什么 缺能力 是不是 有愿力 缺能力 到了这个地方呢 能力和愿力都有了 到了这个地方呢 有能力 愿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到了这个地方呢 七老八十 能力愿力全没了 是不是 它都有不同的领域 所以员工职业生涯的 一般的规律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你刚刚进入一个组织 第二呢 从专才逐步转变为通才 你很多事情都会了 尤其在日本的公司 它非职业生涯设计 是吧 你懂了很多东西 第三个可能性 从技术向管理工作转变 第四 这是一种心态的转变 从一心扑到工作 到开始关心家庭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转变 心态开始转了 有的人年轻人 根本不顾家 会不会 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我根本不回家 你让我回家 就像杀了我一样 我就不愿意回家 我就睡在工厂 我在工厂里面 我就有个小扑克卷 我就跟他打地铺 是吧 跟着一帮兄弟晚上喝啤酒 特别特别的过瘾 回家觉得不好玩 慢慢慢慢的就不行了 脑子想 我老婆怎么样 我孩子怎么样 心态开始改变 从垂直上升到水平飞行 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本来是什么 老在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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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升了没官升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开始平行移动了 这个东西我本人就很有感触 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从一个工人 真是像做直升机一样 一个从大陆去的一个人 能在香港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升 应该说也不是太多 我自己觉得 从一个工人 工段长 车间主任 几年就呼呼呼往上升 升到最后升到顶了 升到顶了 在这家大公司还能不能升了 就不能升了 不能升怎么办 就开始平着走 我就变成 从生产总监变成什么了 变成了这个市场总监 那个时候非常不同 思想很不同 我觉得我干了这么多年生产 了如指上 公司里面所有的生产系统 都归我管 我觉得我是不可或缺的 老板特别奇怪 就愣把我从生产岗位拿下来 让我到市场部去 我想不通 我说是不是我干的不好 说真一波 你干的很好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弄掉 老板说 你现在不要问我 过一年你再来问我 如果你还想不通的时候 你再来跟我谈话 过一年我早就想通 为什么 我干的开心死了 我一听说有生意做 一听说谈生意 有买卖做 我脸就都能绿了 所以为什么讲 我不但能够讲一些管理类的课程 下一步我还要录一部分的课程是什么 市场营销的 为什么我要去录市场营销的课程呢 我有这个经历 我最后做了七年市场营销总监 在我自己的集团公司 非常开心 而且这七年对我的锻炼是相当相当大的 因为什么呢 做生产部总监的时候 是不是就这样煮饭 一天一会儿在公司里窝着 到市场部去以后呢 我的天哪 天大地大 可到处撒丫子跑了个一六十三招 全世界都跑 开心得不得了 特别特别感激老板 哎呦 我说这个老板真是英明 如果没有他 真的会很麻烦 所以我在做生产部经理的时候 我老老实实告诉大家 我不会说话的 我话很少很少很少的 因为不需要说话 不是说不会说话 就我很少话 现在呢 站在这一百户一天 一百户一天 换灯就那么几个字 我都能百户半天 所以人后面慢慢是他会 他会有一个收获和提高的 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们来看 从全时工作到部分时间工作 一直到退休 这是一个人的全部的 整个生涯的过程中的 一个一般的规律 那么我们每个人可以去看一下 你会不会去应应了这个规律 大部分的人会应应这个规律 会应应这个规律 进入一个公司 只懂一点点 便懂了很多 不但管技术 也还要管管人 是不是 一心扑在工作上 到最后有了家庭 甚至有的人有了两个三个家庭 有没有可能啊 太有可能了 是吧 从垂直上升 到水平飞行 从全时工作 到部分时间工作 到退休 到退休 所以那个穷霸不富霸不里面 有一个 一个这个 说法 很有意思 他说一个人有几种收入的 这种 几种收入的这种 模式 有几种 有两种 哪两种 一种叫什么 叫主动收入 另外一种叫什么 叫被动收入 有没有 穷霸不富霸不里面 主动收入就是 你去上班 你去干活 就会有回报 这叫主动收入 什么叫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干活 都有收入 什么叫被动收入 那么 什么是富人 富人的概念是什么 是以什么收入为主的是富人 对了 以被动收入为主的 叫富人 是不是 那我呢 按这个标准呢 穷人 我得上课 才有收入 是不是概念 所以我是穷人 那我有没有被动收入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的 所以我是介乎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个人 是不穷不富的一个人 是不是 职业生涯的设计 个人的职业计划 为在职业生涯中得到顺利的成长和发展 制定的自己成长和发展的那个计划 叫个人的职业生涯计划 那么企业的呢 企业为不断的增强员工的满意度 并使其能与企业组织的发展和需要统一 制定和协调有关员工个人成长发展 与组织需求和发展相结合的那个计划的整体的过程 两句话 把职业生涯规划的个人职业生涯计划和员工企业生涯计划说清楚 就这意思了 不要为了做这个计划而做计划 为了做测评而做测评 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永恒的主题 永远永远要考虑到公司的发展战略意图 公司的阶段性目标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要什么人 这些人需要什么能力 我们的流程 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岗位 我们的部门 我们的岗位 我们的认知资格 我们的能力模型 我们员工现有的情况 招聘培训跟着就来了 它是活生生的一个东西 所以员工个人职业生涯的设计 我们一定要再次搞清楚 一定要再次搞清楚 对个人职业生涯的设计在哪里 审慎的选择第一个岗位 了解企业的权力结构 获得对组织资源的控制 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在最初的职务上停留很久 你要当心 我们有很多人 举个例子 前台文言监听电话 有没有这个岗位 叫什么 叫前台小姐 会不会 干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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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叫前台省生 会不会 前台阿姨 会不会 糟糕了 在第一个岗位的停留过久 对你是不利的 找一个专业的导师 在组织内部保持流动性 考虑横向的发展 不要轻易的外向流动 培养自己的职业能力 建立适当的社会关系 建立长远的职业眼光 这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设计 我们给你的一个建议 第一个岗位的选择很重要 对权力机构的了解很重要 想办法在组织内部获得资源的控制 人 信息 都是资源 在第一个岗位上 停留了时间太长了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你要去考虑为什么 跟你同样进来的人 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不一定是当官 是不是这个概念 不一定是当官 但是你一定要考虑 为什么你在这个岗位上 停留了很长时间 没有动 找一个导师 在企业外部都可以 内部可以流动 横向可以发展 但是轻易不要往外的流动 是有风险的 培养自己的职业能力 社会关系非常重要 和长远的职业眼光 所以对组织职业管理的主要的内容 包括员工个人对自己能力兴趣 以及自己职业发展的要求和目标进行分析和评估 组织对员工 组织对员工个人能力的潜力的评估 组织 企业组织及时的提供 在本组织内职业发展的有关信息 给予公平竞争的机会 和很重要 人力资源部提供职业资讯 这是我们主要的内容 这一讲 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